據智利官員說,在太平洋上墜毀的智利空軍飛機上所有21人全部離難 這架智利空軍的運輸機星期五墜毀 墜毀之前曾經兩次試圖在惡劣天氣當中 降落到距離智利大陸大約700公里住的湖安費爾南德斯群島 在附近水域搜索的漁夫和購緩小組已經找到四具屍體分別是兩男兩女 機上人員包括智利著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 費利佩·康米羅阿葛同一個電視攝製組 當時他們正前往這個群島製作一期有關災後重建的節目 湖安費爾南德斯群島在去年的地震和隨後的海嘯當中受到重創